《九族櫻花》 春天來了 相信大家都很期待去看櫻花 除了日本之外 來到台灣的九族文化村 都可以看到櫻花 《九族櫻花祭》 是全台灣最大的賞櫻盛匯 園區獲日本櫻花協會認證的賞櫻名所 全場多達5000棵櫻花樹 任體六大櫻花品種 規模相當大 《九族櫻花祭》由2000年開始舉辦 每年春季櫻花盛開的時候 都會吸引到全台各地的民眾來到賞花 而今年《九族文化村》更會由原住民 提供非常精彩的表演活動 內容相當豐富 櫻花品種方面 台灣雪櫻除了漂亮之外 還非常罕見 由農委會農業試驗所的農業專家培育 《九族文化村》率先引進 暫時只有這裡才有 另外《八重櫻》也是人氣的櫻花品種 櫻花樹比其他品種的長得高 而且開得非常燦爛 抬頭一望已經可以看到漫天的粉紅色櫻花 非常浪漫 當然也有日本當地最常見的富士櫻花 各種櫻花品種展現出不同風貌特色 每一款都值得細意觀賞 現場還有日式浴衣租借 櫻花樹下野餐 櫻花市集等等活動 如果接下來有機會去台灣的話 記得不要錯過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